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参加HSK五级考试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五级考试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五级考试 HSK五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 共45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二十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 第一题 一 听说你下周要去日本旅行 飞机票买好了吗? 这次时间比较充足 我觉得坐船去更便宜一些 女的可能怎么去日本? 二 你能陪我看会儿电视吗? 不好意思 我太忙了 都把你忘了 女呆是什么态度? 三 这两件看上去都不错 你帮我挑一下吧 你要是赶时髦就买这件大红色的 现在大街上的人都穿这种颜色的 他们在谈论什么? 四 我昨天没来上课 能借我看一下你的笔记吗? 太不巧了 昨天我去医院了 也没来上课 你问一下丽莎吧 通过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五 最近怎么总也看不见老谷呢? 你还不知道吗? 上个星期他出了车祸 说走就走了 女呆是什么意思? 六 打扰了 请问这是张老师的办公室吗? 是的 不过他现在正上课呢 你先坐这儿等一会儿吧 张老师在干什么? 七 你最近怎么总去新世界买东西啊? 那儿的东西多贵啊? 我朋友给了我几张新世界的打折卡 女的最近为什么总去新世界买东西? 八 咱们搬新来的丁锐汉语怎么样? 没得说 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他 关于丁锐可以知道什么? 九 亲爱的 咱家的热水器又坏了 你能过来修一下吗? 都用了这么多年了 明天咱们去买台新的吧 根据对话 两个人的关系最可能是 十 喂,你好 麻烦找一下王老师 好的,请稍等 王老师,你的电话 他们在做什么? 十一 小王,你怎么了? 看起来这么没精神呢 别提了 我家邻居昨晚搞聚会 我也跟着一宿没睡 根据对话 下列说法哪项是正确的? 十二 各位游客,早上好 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是都江燕 那儿离青城山远吗? 女的可能是做什么的? 十三 宝贝,都十一点了 快睡吧 不行啊,爸爸 我的作业还没做完呢 他们是什么关系? 十四 我昨天晚上酒喝多了 到现在还头疼呢 快喝点茶水吧 好好休息一下 要不怎么上班呢? 关于男的 可以知道什么? 十五 你今天晚上去参加方雨的生日宴会吗? 哪能不去啊? 我上了一上午的课 刚下课 正准备去吃饭呢 对话最可能发生在什么时候? 十六 下周就要放假了 这个假期还打算去韩国旅游吗? 我的英语成绩太差了 想去北京学学英语 给自己充充电 女的假期想干什么? 十七 这件衬衫真好看 可是价钱太贵了 是有点贵 我们回家上网看看 网上肯定比商场便宜 男的准备在哪儿买衬衫? 十八 刘星说 如果他这次考了全班第一 他就请大家吃肯德基 别做梦了 要想吃刘星的东西 可比登天还难 难的是什么意思? 十九 你女儿不小了吧? 怎么还没结婚呢? 都三十了 比你儿子还大两岁呢 看你多好 孙子都一岁了 男的的儿子今年多大? 二十 你们家每天谁做饭? 你说呢? 你哥哥从来都是 一到家就吃饭 根据对话 可以知道什么? 第二部分 第二十一到四十五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 二十一 小张要去英国留学了 咱们送他份礼物吧 好啊 送他一件大衣怎么样? 英国的天气特别冷 刚去肯定不适应 好吧 到时你帮我选选款式和颜色 给点意见吧 没问题 等那天你有时间告诉我 咱俩一块儿去商场看看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二 早就告诉你 哈尔滨比沈阳冷多了 你要是多穿点 就不会感冒了 当初听你的就好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 我最近也不太舒服 不知道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这几天一直拉肚子 我看是因为你吃了减肥药吧 男的怎么了? 二十三 快睡觉吧 都十二点了 明天还得上班呢 我才想起来 这份报告明天必须交 这几天一直在看足球比赛 把这事都忘了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总是让我操心 别唠叨了 你先睡吧 不用等我了 男的是什么态度? 二十四 我们这儿交通特别方便 附近还有银行、幼儿园、医院、超市 您选择这套房子一定不会错 就是房租有点贵 你能不能和房东再商量商量? 您放心吧 我们的租金绝对合理 再说 您送孩子去幼儿园 还能省下打车钱呢 那倒也是 那我后天就搬进来吧 男的打算做什么? 二十五 昨天的考试成绩公布了 你知道吗? 李明居然没通过 是挺奇怪的 以前他的成绩可不错啊 但最近他一直没来上课 他不会生病了吧? 不知道 他很少缺课 可能是家里有什么事吧 关于李明 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六 你们家老张最近忙什么呢? 是不是旅游去了? 哪儿啊? 他每天就在家躺着 而且年纪大了 老毛病还不少 这老年人哪 上了岁数 就应该多到外面 锻炼锻炼 要不然 很多病都会找上门来的 说的就是啊 回头你帮我劝劝他 关于老张 下列说法哪项正确? 二十七 请问 去体育场怎么走? 你说的是哪个体育场? 五里河体育场 还是朝阳体育场? 我只知道 那儿的附近有个公园 哦 那是朝阳体育场 你一直往前走 坐十五路公共汽车 到终点站下车就行了 女的想去哪里? 二十八 小宋昨天辞职了 真让我们大吃一惊 他可真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这你就不懂了 人家想趁年轻出国学习 丰富自己的知识 多见见世面 可是他这一走 父母、爱人、孩子 怎么办呢? 又不是一辈子都不回来了 只不过几年的时间 就克服一下呗 他们在谈论什么? 二十九 今年七月 我和张明打算去日本旅行 你和张明恋爱快五年了吧?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这次日本旅行 是不是就是蜜月旅行啊? 想哪儿去了 我们今年的确打算结婚 不过是在十月 到时候去新加坡旅行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就提前祝你们新婚愉快 根据对话 下列说法哪项正确? 三十 快尝尝我做的菜味道怎么样 给评价一下 我看厨师做的也就是这个水平 你呀就知道哄我开心 我刚学做饭 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吗? 真的很好 刚学会就做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我还不如你呢 男的认为 女的做饭怎么样? 第三十一到三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论语流传了两千五百多年 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说出几句论语中的经典语句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 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向往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 仅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 结合其深厚的文学修养 运用女性特有的情感 从中国人的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方面 以独特的个性视角 解读了论语 从而著成了《论语心得》一书 全书以白话解释经典 以经典解释智慧 以智慧解释人生 是一本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的好书 三十一 论语流传了多少年了? 三十二 根据上文 于丹教授 三十三 上文是关于哪本书的介绍 第三十四到三十六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美国人口普查局周四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九大都会圈人口超过了500万 该报告统计了自2000年4月1日以来 美国361个大都会地区的居民人口 其中排名前九位的大都会地区人口 均超过500万 排名前三的大都会圈分别为 大纽约地区1880多万 大洛杉矶地区约1290多万 以及芝加哥地区950多万 报告同时指出 移民人口成为美国大都市圈的重要支撑 如果没有移民的大量迁入 全美像纽约洛杉矶和波士顿等 主要大都会圈的居民人口 都将大幅度缩水 三十四 美国有多少个大都会圈人口超过了500万 三十五 下列哪项部属于美国排名前三的大都会圈 三十六 根据上文 下列哪项是美国大都会圈的支撑 第三十七到三十九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和他是在网上认识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 第一次去聊天室就认识了他 我们聊得不错 几个月后便交换了电话号码 他是一个军人 而那时的我正是疯狂迷恋军人的年龄 而正因为他是军人 我才会跟他聊天 后来我们恋爱了 他问我到底是爱他 还是爱他的军装 我告诉他 尽管是他身上的军装吸引了我 但是现在我更爱他 如今 我们仍然不能常常见面 只是靠短信联系 但是距离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三十七 文中的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三十八 文中的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是做什么的 三十九 根据上文 下列说法哪项正确 第四十到四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老板在一次培训课上 用图画解释了人生的意义 他首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图 在一个园中间站着一个人 接着他在园的里面 加上了一座房子 一辆汽车 一些朋友 老板说 这是你的舒服区 这个园里面的东西对你很重要 你的住房 你的家庭 你的朋友 还有你的工作 在这个园里面 人们会觉得自在安全 而当你跳出这个园 你会从错误中学到东西 你增加了自己的见识 所以你进步了 他再次转向黑板 在原来那个园之外 画了个更大的园 还加上了些新的东西 如更多的朋友 一座更大的房子等等 四十 下列哪项是图画中没有的 四十一 关于老板可以知道什么 四十二 在园里面的人们 会觉得怎么样 第四十三到四十五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带孩子是件辛苦的事 有时候对着不会说话的宝宝 年轻妈妈会感到很寂寞 而电视 手机 的确能给这段时光 增加一点乐趣 最近的一项试验发现 类似电视 手机这样的东西 很容易吸引母亲的视线 婴儿在喂奶时 就会造成妈妈看电视 玩手机 孩子自己喝奶的情况 一旦孩子习惯了 这种没有交流的世界 就会出现 即使身边没人 孩子也不哭的现象 这会影响到孩子的语言发育 日后还可能影响母子关系 因此 在给孩子喂奶 或者哄孩子睡觉的时候 年轻妈妈应该随时注意孩子的情况 即使孩子不会说话 也要学会用眼神 去和孩子交流 43.面对不会说话的宝宝 年轻妈妈会有什么感觉? 44.最近的一项试验 发现了什么? 45.身边没人 孩子也不哭 这种现象的后果是什么?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如今的一项试验